大陸這邊在大眾穿越溫創新這樣號召之下 其實讓很多的台灣的年輕人 大陸年輕人 其實我覺得在這一世代的年輕人 都得到了一個很好的機遇 什麼機遇 就是你本來是敢想敢夢 可是不敢做的事情 你可能透過了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透過這樣子因運而生 很多很好的平台 你可能有這樣子可以去試的這個機會 我覺得這個試很重要 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有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那台灣年輕人有這樣子的想法 更應該要來大陸 因為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不敢或是你敢想不敢做的 在這裡有機會讓你去試 失敗了又怎麼樣呢 他得到了創業的經驗 他透過這樣的方式 他不管是他在二次創業 或者是他想要加入企業 也是讓他有很多的機會 得到一些支持跟投資 所以說我覺得創業成功或失敗 其實這不是最可怕的 其實最可怕的 其實是你敢想 但是你不敢去做 那有這樣子的機會 有這樣的想法 那你就更適合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很好的平台 那我想大陸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讓更多的台灣年輕人 可以去敢夢敢想更是敢做 整個大陸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一切一切的 高速發展都離不開 數字經濟 那講到數字經濟就一定要提到杭州 那杭州基本上還有一個很大的代表性 就是電商 那電商產業 基本上我想是一個 一個入門的門檻 相對來說比較低的 基本上你只要想要賣東西 你就不可能脫離電商 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可是在台灣 你再去發展 像是你要加入像電商 或是想要去賣東西的時候 基本上你 會遇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所以說我覺得杭州跟台灣 台灣有很多很好的產品 那杭州有很多很好的平台 跟很好的技術 那這樣子的概念 我覺得未來是一個很好的合作方向 杭州跟台灣 分別都有它各自的特色 那優勢互補基本上 一定是可以達到一加一大於二 讓更多更多的貨 可以賣得出去 這樣子我覺得才是真正的 符合 兩岸的一個最大的一個 民眾的一個最大利益吧 也是讓更多台灣青年 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跟理想